讓我們歡迎溫暖今後 范范 范韋希 每次當你聽見這首歌 那就是我在跟你說謝謝 昨天今天值得永遠 最好的畫面停在 好想念你的瞬間 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 謝謝我們其他老師 謝謝 非常溫暖的開場 你的心情是什麼這一路走 到了第十張專輯 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對 然後因為上一張專輯 這一張確切專輯 中間隔三點鐘 對 對 而且身分一種 就是還不是人 但現在的身分也有點不一樣 所以很複雜的情緒 有很多感謝祥說也有一點情確吧 是 敬相情確 不過和民現在等了非常久了 照理說2014年呢 慢慢就要出專輯而且做巡迴 可是沒想到那一摔就摔出了牌子 然後一直摔兩盒出來 很厲害 就是摔就耽擱到現在了 對不對 一錯陽差感觸很多 其實我也感觸很多 要不是去年此刻大和解 我想我永遠都沒有辦法阻止你的記者會 怎麼說 這算好一年前的事 好久不見 我們這個疊字要團結嘛 泛泛焦焦 邊飛翔翔 對不對 一家人嘛 是 好啦 恭喜 就是最 最安心的 最 感謝有這個機會 還好你們有 真的 今年特別很奇妙 就是當然媽媽 然後又有新的專輯要團出 然後真的是 說是兩頭燒 可是我卻是覺得怎麼講 很感激有這樣的機會 可是還可以唱歌給大家聽 是 這張專輯歷經快兩年 那個 沒錯就像剛剛放在講 很多歌 因為她經過這麼一個大的變化 是 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 三個媽媽 三二嫁一子 哪一個我們家 還有一個很高很高的那個孩子 那也算是我還 她說她是斷斷的孩子 她親給我們告訴我的 所以 就是很多人對音樂的感受 都有一些新的感覺 對 也因為這樣我們還 特別收入了 多收入了兩條歌 也很符合斷斷當時的心情 其中一首 是陳小娟要寫到 我特別也推薦這個歌 大小娟 大夫 陳小娟 二一 恭喜 恭喜 OK 下午誰啊這兩個 我 沒法碰起咧 我才很遺憾咧 我要是再過來一點 髮片就出來了 你知道嗎 我唱 下午要哭 張哥小心啊 每次當你聽見這首歌 那就是 我在跟你說謝謝 一切 所有你給予的一切 小娟是我的家 不是我 真的就像我剛才講的 一個嬰兒 從初生到現在長大 那這張專輯 我真的是把它分作一個 畢業的作品 一個階段的畢業 那但是這個畢業不代表說 不是說符合完畢嗎 我覺得這個畢業應該是說一個暫時的據點跟一個新的起程要開始 新的起點 那我覺得現在我是人母人 所以唱歌對我來講是很珍惜的事情 能夠有舞台能夠有被人喜歡聽我唱的是很幸福的事 那我也很珍惜每一次演出的機會 但是人生總是要有一些不同階段的規劃 那我希望這張專輯我好好的很用心的把它做出來 跟福房相片一起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會把它當成一個畢業的作品 那接下來我們如果要繼續晉升比如說研究所啊 再辦入學手續 再辦新的入學手續要人生有下一個章節要開始了 我恭喜范范也祝福感謝專輯大賣 謝謝 謝謝張哥 去補個莊去補個莊 謝謝